加了我们的意见 以后我们一定是从圣经拿出来 我发觉很多人 他们不是那么着重去识经 他们觉得太学术性 或者觉得太严谨 还有他们有一套观念 如果那套观念用这些严谨的识经 他们觉得是行不通的 接受不了那套 他们就是要接受那套 我想说这可以是世末末后日子的迷惑 因为很多人不是跟圣经 而是跟了一些教导 讲到末日 我们看到有很多次 圣经启示录讲了很多次 这件事如果不是 因为很多人看的时候不当它是 他们就会说19章才是末日 即是19章才是耶稣回来 然后他们就会将中间的内容 解释的时间上就会很有问题 所以我们今次要决定这件事非常重要 我想说一件事就是《识经》的原则 在我来说 我是要肯定 绝对肯定《识经》 我才会将那件事看为我的信仰之一 凡是否最肯定 我就会参考 我就会参考 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呢 第一 我在神学院那里 他们这样教导我们 就不要将人的教导放在同圣经同等 因为这个也是教皇有的问题 因为他说教皇是同圣经同等的权力 这样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其实现在你发现很多古灵精怪的信仰 他们都不是用《识经》拿出来的 只是有一样的教导 所以在末日子我们要阻止这些迷惑 更多人一定要从《识经》找出答案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会说 我们能够从《识经》找出答案 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而那些不肯定的 我们就说《识经》没有肯定答案 我就说现在我不肯定 我们会等到应验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加肯定了 好 这里第一点 这里我所说出来的就是 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 就是世界末日的主耶稣 回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 第一点就是天地都会被改变 日月变黑 众星聚落 地很大的改变 耶稣也有说到的 当祂回来的时候 祂说人子的笑头要显在天上 天上的太阳会变黑 月亮也不放光 然后星就会从天上聚落 祂说到这些事情 然后人子就会有大能力 有大荣要从天上降临 所以祂说到这个时候发生 就已经是最后期的时候了 就是耶稣出现的时候了 第二就是万民要面对神的面目 也另一句说话说 主驾云从天降临 这个也是在耶稣24章 马太24章说到 祂驾云从天降临 而在启示律好几次 就说到人要见到神的面目了 第三就是万民要面对神的审判 和惩罚 不信的人要受到惩罚 信的人得到赏赐 不再 其实不是只是信的 圣经讲的 信而跟从的才是得到赏赐 如果信没有行动 他的信心是有问题的 第四就是不再有时间 还有第五就是神的傲被承传 神的所有计划的东西全部承传 第六就是信的人会被赏赐 第七就是基督和列国争战而得胜 我想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基督打赢列国 还有下面有说到敌基督被废掉和惩罚 你觉得是需要基督降临的时候 需要打赢他们 需要多长时间呢 你觉得 是的 根据圣经呢 是一页搞定 那个remote在那里 OK 我们看完这里 我们会看一点 就是圣经讲到 耶稣是一下子得胜的 所以呢 启示录我们先看 起码有三处说到打仗 然后有一处就是说到杀死了很多人 所以很大可能都是一个打仗 所以到底他跟列国打仗打几次呢 耶稣回来打几次呢 还是其实是一次来的 基督被废掉 是要废掉很长的 为什么是一下子的 第九就是神作传地的王 那这些都是 其实是不是任何一点 都足以证明是末日呢 其实任何一点已经足以证明的 但是呢 在我心中 我依然会说 我会再看一个经文 是不是 就是譬如说 有两三点一起的时候 我更加肯定 这个一定是末日 所以这个是 希望我们 就是我自己是很严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加上圣经什么 神可以将这些 装和加在我身上 如果我删去圣经任何东西 神可以将我名字从圣经 从这个生命冊上删去 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为什么我不跟上圣经呢 其实我也很好奇的 那些人有没有看到圣经这句警告呢 有没有看这个警告 你加了什么 是神可以将这个灾祸加在你身上的 我试过 我真的和有些人去说到 我说 你知不知道 你将一些说话加在圣经里面 是很危险的 但是他就不觉得是 他始终不觉得是 那我们去看一点就是说 到底耶稣得性是要多久 主回来的时候是需要几次才打赢敌人 和敌基督 意思是说一次过 我们一起读一下 但贴上来的后书2章8节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由撒加利尔书14章4节就说到 那一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 山的一半向北来移 一半向南来移 第12节 耶稣用灾阴攻击 那与耶路撒冷争战的列国人 必是这样 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 肉必消灭 眼在肯中干别 舌在口中溃烂 首先 贴上来的后书 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用他口中的气灭绝的基督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 就是叫他完全没有作用 用他降临的时候的荣光 就是他降临 他临在的时候 他带来的荣光 即时将他废掉 荣光需要多久呢 他下来的荣光需要多久呢 是即时的 而在《撒加利书》十四章四节 就说到 神耶和华 这个经文说到耶和华 他会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个前面朝东呢 就是东门 即是耶路撒冷就是东门 如果大家去到耶路撒冷就是东门 东门看出去就是橄榄山 还有橄榄山里真的有橄榄 现在我们去到橄榄树有橄榄在那里 也有一间教堂在那里 有块石就是耶稣在那里祈祷 那里看过就是耶路撒冷的东门 现在封了的 是封了的 而东门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清真寺 所以如果耶稣回来的时候 在东面 很多人就认为 这个东门就会爆开了 他就会在那里东门 进去耶路撒冷 就是这个一个看法 好了 耶稣脚踏这个橄榄山 就是他对面的山 现在那些犹太人 可能他觉得 这个可能我没有去查 可能觉得基督徒太吵 因为他经常都在那里山下来 他跟着耶稣的路 一直看见耶路撒冷 一直在唱歌 赞美神 欢迎 逢主明来 应当清重 那些人觉得他太吵 起了很高的墙 真的很高 两边都封住了 你唱歌都不太能达到旁边 就是为了 我觉得是为了封了 大家有没有走过那条路 他在那里下来 有条路 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 有条路 那条墙是非常高的 好了 他站在这个橄榄山的时候 这个山在中间分裂 至东至西 如果大家知道地理 以色列 西面是地中海 东面是若旦河 死海下低 有没有印象吗 以色列在这里 下低是死海 左边就是地中海 而耶路撒冷 去到海 去到地中海 那些路是很崽嶪 是没有一条河流过去的 然后向东面也没有一条河流过去 但是他这里 这个经文我没有写出来 就是他说到有活水 由耶路撒冷流出 向东向西流出 向东就是向若旦河 向西就是向地中海 现在是没有这件事的 那他就是那日 就会有这件事发生 那日 耶路又说会作王 在全地的王 然后接着 耶路又说如何攻击那些人 就是那些人两脚暂立 还未跌下 那些肉就没了 眼就干了 肌肉就烂了 即是极快速的死亡 这个很可能 一个可能性就是 神使用他的武器 就是核子武器 但另一个可能性就是 神亲自用他的降临的荣光 去惩罚那些敌人 无论哪有都好 大家觉得有多久 那些人还站在那里 都没跌下 是非常快的 而经过来说那日 重复说那日 我就在网上 和一个人讨论这件事 我说 圣经说那日 他就说 他就去找 他说圣经有时候 日是讲到几年 那我说 为什么耶稣那日 站在那里 那天耶稣就作王 那天那条河就流向活水流出来 那日会变了几年 变了几个月 几年 是没什么可能的 但我想说 有些人的《诗经》是非常随意的 如果地方有讲到日的字代表长时间 就会中文翻译成什么 那些日子 就不会说那日 不会说那日 是说那些日子 中文圣经一定会翻译 英文是 with the days in those days 就不会说 that day 那一日 那一日 就是那一日 不是说 还有很多日 就不会有那年 那这就是有时有些人的《诗经》的《诗经》的《诗经》 的《诗经》 那我自己觉得 真的我们是向神去教仗 我们为什么要超越神所说的说话呢 那我们是跟神 那这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神击杀他的敌人需要多久呢 是很快了 当那些敌人和以色列人争战的时候 可能很长 那战争有多长 我们不知道 圣经没有说多久 那时战争有几个月 一年 多久 我们不知道 但是当耶稣一出现那一下 我们知道 是很快 立刻的了 那时立刻发现 发生的了 这个是一个重点 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诗经》上 我们一定要明白 经文就不是将自己的意思放入去 我们现在去看这些经文 第一次讲到这个末日 就是这个七印 这个图画就像书卷 有七个印封在上高 那你就讲到有什么发生呢 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象无报 满月变红象血 天上的星神聚落于地 如同无花果树 被大风遥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 就是一些星 跌落地跌下来 天就挪移 很像书卷被卷起来 山岭海岛都被落 而离开本位 其实很清楚 真的 整个世界没有了 那些星又跌下来 地又走了 而这个经文 和马太二十四章 我把它放在一起了 这些章子我可以传给你 其实我也 做了这些很多 可以帮助大家去明白 这里马太二十四章 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日头变黑月亮 入不放光 众生如同 天上聚落 天世都要震动 那时 那时就是多久 是不是就是那年 因为那月 那时就是那一个时候 人子的笑头就显在天上 所以是那一阵 所以这么多星跌下来 那一刻 是一下子的时间 发生的时间 接着 立即耶稣就出现了 这个录印 我这里写了一个1A 就是录印 但1B还继续下去 1B继续下去 接着说 地上的君王神宰 将军父户 壮士一切为奴自主 这个是不是包括所有人 所有一切 将军父户 壮士 围奴自主 你不是围奴就是自主 全部的人 都躲在山洞和岩石月 这个可以是一个 figurative language figurative language 是什么呢 中文翻译 就是寓意性的字眼 为什么呢 不是每个真的 捐落个洞 耶稣下来 不过这个比喻 我想捐落个洞 避开神 不是真的 每个都找个洞 捐落去 可能是 但主要意思是 要逃避 他们就 捐落山洞 真的可能有洞 他们就捐落去 真的会有人 不过不是每个都会有洞 他说 岩石都倒在我们身上 将我们藏起来 躲避寶寶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 到了上 站得住呢 这里很清楚 这个就是要躲避神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即是神要出现 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末日 那些星也跌下来 还有躲避神的面目 和神的愤怒的大日 神降临有多久呢 是多少日呢 是一下子的 最初我们看的经文就是 一下子神就降临 不用等很久的 罗马书二章五节也讲到 这个神的震怒了 他说 你竟任凭你 任着你肛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致神震怒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这里讲到 就是神的震怒 和显出他的公义审判 那一日来到 即是说这一日是什么日子呢 就是神的震怒 和神公义的审判日 所以这个日和上面的日 这个愤怒的大日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呢 就是神的震怒 审判的日子 就是这个愤怒的大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神的审判的日子了 OK 好 有问题你可以立刻问的 第二 就是讲到七号 在第七号的时候 他说不再有时日 他在原文圣译叫Kronos Kronos这个字 英文有用的 Kronological就是这个字的 这个字是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讲到没有时间的意思 不过其中一个意思 都是讲到No Delay 没有延迟 那个人又跟我说 他说不再有时日 不是讲到没有时日 不是讲到没有时间 是没有Delay 我说没有Delay也不要紧 没有Delay就是没有Delay 就是到时候 就是到耶稣回来 还有就是Kronos这个字 绝大部分都是日子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时间 所以这里是讲到没有时间 再没有时间的了 然后就当他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第七位天使吹号 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就是神所有的奥秘 祂的计划都成全了 然后第十五节就说了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国 祂要作王 这就是我们先讲的作王 就是世上的国成为我主 就是神 天父 和主耶稣基督的国 要成为祂的国 祂要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说到是神作王 而启示录十九章 所有启示录的人都承认 这个就是耶稣回来的那天 所以我有些 就是选择十九章 那里拿出来的 那就是说到第三行那里 我们的神全能神全能者作王了 就是说作王了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 所以七号也是神作王 是世上的国成了主基督的国 所以这个又是作王了 这个时候作王 还有有羔羊的婚言的时候 也就是基督徒可以和耶稣有一个婚言 所以这个也是末日的时候 所以七号也是末日 接着2B继续下来 第七号 有说到什么呢 你的愤怒 外邦法路你的愤怒也临到 外邦法路就是什么 他们法路要独敌党神 然后神的愤怒也临到 但这句很特别是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不只是审判活人 是死人 你的伯人众先知 众圣徒 减为你名的人 殿大带少得赏赐的时候到了 即是所有敬畏神的人得赏赐 敗坏那即是敗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 即是那些人敗坏世界 他们犯罪敗坏世界 神都会敗坏他们 就是这个时候了 这个就是第七号的时候 好了 我们看看启示录20章 大家如果看启示录19章 就是世界每日 20章就说到一千年 很多人就说这个是千禧年 不过经文是没有说千年 他只有一千年 当这个一千年 是真的耶稣回来之后有一千年呢 我到了那一课的时候 我就会去解释 我以前都以为 一定是有一个地上一千年 地上一千年是怎样的呢 就是说耶稣回来 那些人就在世上又有些人在那里活着 然后就其实里面有很多问题 因为他里面就说到里面发生的事是什么呢 基督徒作王 然后在一千年底 魔鬼被释放出来 大家有没有看过启示录20章 魔鬼释放出来 然后他就令到那些人又攻击神的子民 第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有好几样问题的 第一 大家记得我上次有讲到 第三位天使有三位天使报信 第三位天使说 凡是受印记拜寿的人 他们的份是在烧着的流氓的火户 还有凡是明智 不在收面策上都要拜这个寿 大家有没有印象 凡不是信耶稣都拜寿 凡拜寿必落地獄 那就是说不信耶稣一定落地獄 那如果落地獄 耶稣就回落地獄 以基督徒全部改变形象 死就被得性吞灭 记不记得 在我们高林多前说15章52到54节 死被得性吞灭 我们全部改变形象 我说肥勒比书3章20节 我们会改变好像耶稣那么荣耀 所有不信的胆收到地獄 那还有谁反叛呢 有人回答我 那些基督徒生的儿子也有些不信耶稣 那我就跟他说 耶稣说了 你复活之后是没有再婚嫁 不再嫁不再娶 就是我们改变形象之后 不再结婚的 那哪里生到儿子呢 所以启思路20章是有问题 但也有其他问题是支持的 所以对于启思路有没有千亿年 我是中立 我是会觉得有可能是没有 不过也有可能有 因为他里面其中有问题是什么呢 他说那些是在逼迫之中 这个大灾难被杀的人 他们就会作王一千年 那他被杀在大灾难最后期 那被杀那里还有一千年 那一千年是什么呢 我识经就会这样 我不会说 只是选择那些我认同那些 我不认同那些我就不理他 我不会这样 我两个都看 我只是说我不知道答案 不过我又会说 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不重要呢 被提的时间很重要 因为我们一定要准备好 如果被提是在灾难后 我们一定要预备迎见神 但是耶稣回来之后 我真的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已经改变形象了 我已经不死不扭坏 神说有千亿年 就千亿年了 神说伸天伸地 就伸天伸地 没什么所谓的 不要紧 我不用坚持的 我真的看圣经 我两样都看到 不过似乎 因为打仗又 圣经又说得很清楚 已经打死了那些人 那些围奴的自主 全部都在说他们要面对神的愤怒的日子 那些人都会面对 那还有哪个静呢 是没有人静的 为什么还会有人反抗呢 所以有些人就说 一千年是说到新约时代 就是我们基督徒作王的意思 但是里面也有困难 所以我是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我给大家知道 我识经不会说 我偏向任何一边 我只是全部跟着圣经所说 我希望能够培养到更多人 都是用这种心态 我们不是要支持某一个见解 我们是支持圣经 好了 说回启少女二十章 是那一千年 在这个魔鬼被打败之后 就是那一千年 魔鬼被释放打败 之后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保在前 这里就说到死了的人了 其中启少女二十章 我说到一件事 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料 而我们上一次 说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说到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复活 复活我们就变成荣耀的身体 我们变成荣耀的身体 我们变成荣耀的身体之后 基督徒又不会再死 又不会再结婚 又不会再生子 基督徒全部是这么多的 全部基督徒全部会复活 复活了之后 剩下非基督徒了 所以这个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站在宝藏面前 应该是讲到非基督徒的 我们也要站在神面前 但包括那些不信的人 因为在启示六十九章之后 根本我们已经变成荣耀的身体了 变成荣耀的身体的时候 有些人从死里复活的那些应该是指导不信的 第一次复活就是讲到我们有份和耶稣一起复活 我们是得救的人 那些不得救的人就迟些复活就要审判了 迟些复活的就是不信的人 好了 那这里讲到是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耐性 因为我想告诉你们 有人讲这句话 台上一分钟 台下年功 十年功 因为我是要看了很多圣经 看了很多很多次 在反而复去研究 因为我要找圣经讲什么 这里讲到是死了的人 在那一千年元由他复活 但是在启示六十一章已经讲到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为什么这么快呢 好像快了一些 快了很多 那一千年都超过了 因为那一千年之后才是不信的复活 这里已经是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所以这些经文是令我们对启示六十一章 会说 神啊我真的需要明白里面讲什么 到底是讲什么呢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即是那时候已经是一千年的缘了 所以一千年就不会是 之后一千年是讲到是新约的时代 我相信有些人 我们有些人就看启示六十一章 看得多就会明白我说什么 可能有些听到说 二牧师很多观念太多太多 不过不要紧要 那些重点我会重复的 这些重点我会重复的 第七号就是审判死人 死了的信不信也好都要审判 为什么是包括不信的呢 因为信的人得上次 然后不信的就会被败坏 所以不信的都包括在内了 好 接着就三A 就到快念刀了 时间关系我们不详细去读那些经文 然后就讲到什么呢 首先讲到主里面死的人 在启示诺十四章十三节 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料 他们识了自己的劳苦作供的果效 除了他们 然后他们见到一个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好象人子 头上带着金冠面 手里拿着快念刀 然后后面就讲到天使 他又讲到这个人子 在云上就将念刀卫在地上 地上的庄价被收割 天使也将念刀 所以讲到起码两个念刀 一个是坐在云上的念刀 第二是天使的念刀 这个就是收取神愤怒的大酒砸 这个有个神的 就是扔在这个神愤怒的大酒砸 这个形容在末日的时候 那些不信的人被惩罚 他用一个比喻 因为如果大家知道 做那些葡萄酒那些 有些人可能不是很开胃的 用一只脚踩 就会有一个大酒砸 踩完就去喝了 但是他们应该洗脚吧 通常人喝的酒都没有说有什么脚味 好了 这个是形容的 不是真的有一个大木桶 而是一个形容 而讲到血多到多少呢 是有马的爪环 马的爪环 你扶着马大约这么高 就是两米左右 六百里那么远 那么多的血流出来 好了 而这里我们怎么知道是末日呢 耶稣坐在云上 那你说 那个是不是人子 圣经说好象 不过圣经会说好象 因为 约翰看的 如果那个是天使 他应该会澄清 这个不是人子 这个是天使 他没有再说的时候 这个真的是人子 耶稣坐在云上 就是马太二十四章说的 耶稣坐在云上 也用快脸刀扔下来 这个就是审判的时候 很清楚是耶稣回来 在天上 这个马太二十四章下面 架着天上的云降临的 还有 启示识十九章是击杀列国的 启示识十九章 这个是说到末日 也用他口中的剑出来 击杀列国 可以击杀列国 他用铁杖核管他们 并要踩全能神的烈路走炸 所以这里也很明显 这个就是说到末日 因为人子坐在云上降临 耶稣说他自己回来 就是他在云上降临 就是耶稣回来的 并且是惩罚 审判的人 又肯定是末日 所以我们三处经文 我都看得很清楚是末日 第四 第六 第七碗 这里是《听识》十六章 讲到有鬼魔的灵 施行歧视出去列王 普天下纵王 叫他在神全能者大日聚集 争战 这里有说争战 我用紫色的字 在紫色那里争战 然后神全能者大日 我们初头看 到底神审判人有多久呢 神懲罚人有多久呢 他这里神全能的大日 他跟他们打仗要打多久呢 所以我们初头看到就是说 他不需要很久 他一下子就可以打赢了 所以这个全能者大日 就只是一天 不是一个月 不是一年 而这个战争的地方叫哈米吉多顿 就是在以色列的北面 加利利的地方 我们又对比了 这里启示录十九章下面 兽和地上的君王 和他们的纵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马的 并与他的军兵争战 也说到 这里说到地上的君王 而上面就说到普天下的纵王 下面就说到地上的君王 启示录十九章 所以又是全世界的君王出来打仗 我们问个问题 他们出来打耶稣打几次呢 耶稣需要打几次才打赢他们呢 是一次就搞定了 不需要打几次的 所以几次都是做同样的事情 有4B了 跟着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 也都说到成了了 成了就是完成了 神要做的事完成了 这个也是末日的意思 然后神就将这个 成自己列路的酒杯递给他 递给巴比伦 各海岛又逃避 种山又不见了 又是说到天地的改变了 那些海岛又走了 那些山又走了 也都跟启示录二十章 说到在一千年之后 说到什么事发生呢 白色的大宝座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 再无可见之处 天地已经逃避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海岛又逃避了 种山又逃避了 所以这也是说到末日的时候 然后第五就是十皇和兽和高阳争战 这个十国七头十国兽 十国就是十皇 是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德权并与皇一样 就是他们本来不是皇来的 忽然间得到皇位 而很可能这十个人是什么人呢 是魔鬼教的人 就是他们是被邪灵充满的 然后他们一时之间 他用他们的武术或者是军变 忽然间将十个国家的皇位拿走 可以想象 这些瘦的国家肯定不会是那些很小的国家 一定是我们都很认识的大国 而十个国家同时被十个人忽然间 那些国家政变了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新闻 还有没有电视 那些国家政变了 这个国家政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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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国家政变的时候 你还有没有电视可以看呢 可能你看到的时候 已经出现另一个面孔了 我们也是你们的皇 你们现在要全部听我说 这真是一个世界很大的突变 这个政治上的突变 然后他们就有这个权兵 将这个权兵给那个兽 就与羔羊争战了 所以这个就是兽与羔羊争战 而羔羊就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在羔羊的就是 蒙照被损有忠心的 这句很特别 其实我看圣经 我永远留意重点字的 蒙照被损有忠心 是说到天使还是人呢? 人 因为圣经说到 他很少形容天使是忠心 虽然他们都是忠心的 不过圣经很少 因为圣经没有强调 那些天使有些很忠心 有些没那么忠心 就是个个都应该是很忠心的 但是圣经是有讲到蒙简损的天使 圣经也有讲到 就是天使也有被损损 好了 但是这里蒙照被损有忠心的 这里所讲的 应该是说到信耶稣的人 为什么这里同着羔羊 是蒙照被损有忠心的人 和他在一起 到底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是不是那些基督徒怎么被提 跟着一起 耶稣就把那些敌人打退 因为耶稣回来的时候 就是基督徒被提 因为圣经讲到天使用浩童的大声 将那些选民从天者边到天哪边 招聚了来 还有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在基督里面死的人必先复活 后来我们者活着还传流的人 和他一起被提在空中与主相缘 到底那些过程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绝对肯定 不过不要紧 我们从圣经去找 这里有可能所讲的就是 当他们打仗 忽然天使将他们招聚 跟耶稣在一起 然后耶稣一下子把他的敌人打赢 不过同时 在《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 我们看的那里 说到站在山上 山就裂开了 然后那些选民就在那里走 到底是走还是被提呢? 到底是走着也是被提 要是怎样呢? 我就觉得不是很重要的 总之呢 神是救他们 他们不是走去死地 他们是被救的 到底是怎样呢? 我就会说 圣经里面有些地方 我们不知道实际应验的时候是怎样 但是不要紧要的 我们有些地方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用要确定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不要说自己知道 这才是识经的最重要原则 我希望大家都坚守这些原则 一定要有圣经的支持 所以这里说到 那些基督徒就会和耶稣在一起 好了 然后十九章 十七章十九章 所说的很类似 就是打赢的兽 上面有兽争战 这里打赢的兽 第十九章十九字那里说到 兽被禽囊 好了 被禽囊有些人就会坚持 兽是被捉的 到底怎样被捉呢 我们看《撻加利书》第十四章 当耶稣一脚 《撻加利书》就说耶和华 不过《西约圣经》就说耶稣 因为耶稣就是耶和华 当他降临的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 到底基督被废掉被灭绝 是捉住 还是杀死 然后又把他扔到火壶呢 其实在最后打仗的时候 那些人是否不信他 是否杀死了才扔到地獄 因为活生生扔到地獄呢 我们要分清一件事 就是敌基督是一个人 瘦可以是一个系统 敌基督是一个人 因为他是大罪人沉淪之子 他是一个人 人是会死的 不过他充满邪灵 他很有魔鬼给他的权力 到底他是击杀死 然后接着 又将他复活 活生生扔到地獄呢 其实这些重点 是不重要的 不过有时候 有些人就很坚持 这件事 一定是没有杀死他的 他就活生生扔到地獄 可以的 不要紧的 我觉得 《圣经》不肯定的 我不会肯定 他可能真的没有死 不过一下来 将他打败 然后放下火湖 或者他死了 又叫他活上来 就是 最后的战争 可能有很多人 一打下去死了 他还站在那里 眼睛又干了 全身都腐烂 然后呢 死了 然后神叫他活回 又放下火湖 就是全部都可以发生的事 所以 我们对于《圣经》很重要 就不是坚持某个字眼 是坚持那个观念 到底发生的事 是什么的观念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分清哪些是 figurative language 哪些是如意诚 哪些是literal 即是照字面解释的字眼 他一定是被禽囊 不过 活生生 到底是他未死 就放下火湖 还是死了 復活再放下火湖 其实也不是很重要的 他怎样死法我也不太介意 即是基督怎样死法 我不是很关注这件事 因为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我所关注就是基督徒 我应该做什么 是吧 即是有些事不是我们最紧张的事 好了 然后第6A 就是说到第6次 这里讲到 就是讲到 寿和纵王和主争战的 第15节 第十九章15节 讲到有利剑从主的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就会用铁像核管贪缓 并要踩全能神列路的走诈 他三上写着的名字就是 曼王之王 曼主之主 我看见那个寿和地上的君王 和他们的众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马的 和他的军兵争战 即是寿和君王 寿到底是指敌基督系统 还是敌基督本人呢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寿就是七头十角寿 然后最后 因为有讲到 五个王已经来了 有一个现在在 有一个将来要来 到底是否那个将来要来 那是敌基督 因为他还有第八位 第八位就是另一个寿 到底他是寿的其中一头 还是另一个寿 我又觉得不重要 到时我们会分辨到 实际上有些地方 有讲到有海中出来的寿 我们现在都很难知道 是什么 到底这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又不用勉强去知道 不过总之知道 敌基督有很多系统 有很多人物出现 到底实际上 将来如何应验 都不是很重要的 譬如说 A军是敌基督 B军又是另一个势力 但有一个 有一个圣经说明 这个是耶稣亲自处理的 就是他用他的口中的气灭绝 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 即是有一个人物 他是他们的中间最高的位置 好了 这个兽和地上的君王 和这个骑白马的争战 有些人会这样的 识经说 耶稣驾云就一次 骑白马降临一次 我也会说 他们识经就是这样 总之找一些字眼 耶稣难道一次就在云那里 一次就骑白马又下来 一次完了 又回上去又再来过 又骑白马呢 我觉得这些真是很片面的识经 他可以是驾云都可以骑白马 这个白马也可以代表性 或者真的有只白马 都不重要的 耶稣怎么回来 他骑着马 骑着道友 都不太重要 这些事 但有些人很坚持这些细节 我觉得 我们知道当然是好 我现在知道 不过圣经有说到他驾云 他驾云他没有说骑马 不是代表他没有骑马 他可能有骑马又驾云都可以 对吧 是的 两个都可以 但这些细节 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怎么下来 总之他回来就可以了 接着第十九章二十节 那个兽被禽纳 然后假先知与兽一起被禽纳 他们两个活生生 活活的被威在烧着流氓的火火里 他们就丢了下去 到底是死了才复活 还是没死就丢了下去 怎么也好 总之他丢了下去是活生生的 好 接着下面我就说出 有四次说到是争战 二三四肯定是争战 第一次可能是 因为第一次有快廉刀 然后很多人死了 这个情景是很像打仗的 所以我就会说 这个是列为打仗 然后六七碗就是哈米吉多顿 这个是大战 然后第三次就是 寿和十王和高人争战 然后启示录十九章就是 寿和地上的君王和基督争战 有寿和假先知被威在火户里面 就是重复讲了几次争战 到底耶稣回来要打几次仗呢 因为一次搞定 如果一次搞定 这几次是完全一式一样 不过他用不同的角度去说 亦都说到 神的愤怒的大日又是一样的 这个和我们说了六次 第一次就是这个 第六人神愤怒的大日 还有那些海岛又走 那些星又跌下来 这个是第一 第二次就是七号 第三次就是快年都 第四次就是七碗 就是这个哈米吉多顿 第五次就是这个十王 第六次就是地上的君王 还有第七次 我们没有说就留在启示录二十章 就是到底这个启示录二十章 所说的争战 是另一场争战 还是是同一场争战 就是到底启示录二十章 是在启示录十九章之后一千年 还是其实是同一场战争 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人 又走出来再打个仗呢 在我来说是不重要的 但是有很多人就很坚持 一定要有以色列復国 我又觉得神可以在新天新地 做同样的东西 就是他说启示录二十章 可以在新天新地发生的 一样是神又做一个新天新地 一样有耶路撒冷 一样可以同样的东西 就是不一定要是千禧连的 那这些我又觉得 我又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位置去争战 就是这个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次最重要的 看得到一件事就是 原来启示录是挺神秘的 我们需要用时间去了解 但是你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们基本上 启示录的重要事件已经说完了 不过我会逐一章逐一章 跟着下去 就是会慢慢去查每一处 但是大家看到 都是重复说 耶稣回来很厉害 恶人要怎么被审判 跟从神的人怎么被赏赐 亦都是中间有迫白 神会保守他的子民 似乎看上来 有些人会很害怕很恐怖 但是看到完全是神话事 在过程中神话事 所以听神话的人 是神会保守到底 在任何情况 现在今天也是 将来也是 神会保守他的子民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以来沙他被很多军队围着 但是他开他的伯人眼睛 看到那些保护我们 比那些敌人更加多 神派来的天君天使 那些火车火马 不是东铁西铁那些火车 是从天上来有火的车 还有有火的马是更多的 所以在大灾难的时候 保护我们的天使是更多的 有些人说 那保护那么多 为什么还要死呢 但是我们的死是荣耀的 神是赐我们的力量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 帮助更多基督徒站得稳 太多基督徒是软弱 太多基督徒是不识经的 就是没有去解释圣经 就是随意跟从 而且有一个系统 一信了 是不能改变我 我发觉跟他们谈 我不是尝试改变的 是他们想去改变我 我说我圣经真的这么说 但是他看着圣经 他会看着他都会否认 我说你是不是否认 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不可以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你是不是否认 他没有说到 但是他就会说 他说你由启示录 14章至19章 怎么一声发生呢 我说他重复说到末日 末日就是同时发生的 所以启示录并不是一个 顺着时间次序 但是呢 譬如七印 他会有1234这样下的 七号1234这样下的 但是呢 七印的尾就是七号 所以七印的尾就是耶稣回来 七号的尾就是耶稣回来 七碗的尾就是耶稣回来 其实 即是说七印打开 第七印打开就是七号 有可能七号打开就是七碗 那总之呢 就是在最后那时耶稣回来 那时候呢 我们就会对于启示录更加明白 那我希望大家呢 是对神的话语有兴趣 也都是最紧要 最紧要一件事 就是我在神的天国有心 我们只能够活一次 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宝座面前 神就要叫我们交仗 那时候呢 我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人 他跟我说这个仪仗 他呢 就整天都上天堂的黄泉道 你在我的影片那里看到的黄泉道 他就在他妈妈的教堂 就有一对夫妇在侍奉的 那个丈夫呢 在临死的时候因为有病 而他的信心是软弱 那他信心软弱又如何呢 他在那段时间病的时候 他不回教堂 他不祈祷 他觉得神为什么你对我不好 后来他死了 那他死了呢 黄泉道就在天上见到他 就见到一个很大的审判的地方 又有一个天平 那天平呢 一边就是神的恩典 一边就是我们为主而做的 那当然我们为主而做 永远都是不足的 不过呢 这个人是跟从神 是会看到的 这个作为参考 我们不能够当这个是教义 不过是参考 那他就黄泉道去到那里 听到上面有声音 叫他的教会侍奉 那个教会侍奉 那个不是传道那种 是做习务那种 叫他的名字 跟着他上来 上来 跟着呢 神的恩典 和他所结的果子 一称的时候 他的生命的果子很少 那他就很害怕了 那天使说什么呢 你不配在者女 然后神就说 我的恩典救他用 就让他留在那里 那他下来就跟王全道说 你回去告诉我太太听 他一定要多祈祷 一定要多侍奉 他没有说其他 只是说这两个人 我就会说多爱主 真是看重神 神真是很好的 神真是很真的 你听耶稣说一定是最好的 然后那人跟王全道说 他说你回去 你告诉他 你回去告诉我太太 叫他多祈祷多事奉 还有呢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不要怀疑你妈妈 你妈妈经常跟我们 赞你挺好的 因为王全道 他经常觉得他妈妈 不欣赏他 但是呢 那个人就跟他说 其实我妈妈 你妈妈很欣赏你 你经常在我们面前赞你 不然在你面前就没有赞你 那王全道回来 就问那个太太 我就特意飞去他们那里 摄录了一个见证的 又特意摄录了他妈妈 还有另一个人 又是他上天堂见到这个人 那这个人呢 即是他妈妈 又是说他真的有很多次跟他说到这件事 还有其他的 他三次 说到天堂的证据 而牧师就会看到这三次 好了 其中那里有说到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人 站在神面前的时候 他的天平一清 他是很害怕 不过神的恩典救他用 其实有很多人去到天堂的时候 神说你所为我所做 真的没有什么显出你是基督徒 那到底到时怎么样呢 我们不知道神去审判 审判 我希望我们大家不会说 没什么所谓 不要紧要 总之我进到天堂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真的进不到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你要够好才能进到 我们一定是信耶稣得救 但我们信耶稣之后一定有改变的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你真信耶稣一定会有改变 我希望大家都会珍惜我们现在的日子 将来你去到那时候 你就会很后悔 为什么那时候我不去做多一点 其实很简单 明明有些人可以帮 为什么我不去帮他 我就是因为害怕 我就怕 我觉得自己不行 我希望大家 在我们这几次去查考启示录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我们做到耶稣所吩咐 耶稣就很喜悦 耶稣就一定赏词 一定祝福 一定保守 一定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有最特别的经历 可能天使跟你说 不要紧 你明天有什么事发生 不过我会怎么帮你 你不用怕 到时我会教你说什么 其实更加奇妙 那时候的生活 我觉得很奇妙 虽然会受苦 但是我们受苦 不需要很多人都会死 我们人不可以忍得住 打一千次 我们打到差不多 已经忍不住 耶稣说你接我的灵魂 去到天上 神可以随时接你 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而是说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荣耀神 如果每个基督徒都荣耀神 情况就很不同了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有一个正面的看法 耶稣陪我们一起 耶稣欣赏我们 耶稣时日和我们一起 而最重要 我们现在虽然每个人都有问题 困难 最重要的是我们听耶稣说 神就会祝福你 无论你身上有什么健康问题 神会负责你的 神的负责未必说 我转一声把你的病拿走 但是神会负责你的生命 如果你很爱主的时候 神是想更加使用你的 所以我们多困难都好 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 去求主帮助 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爱我们 神啊 你的爱救我们 你的恩怜救我们 你是陪伴我们 我们有你就救了 奉耶稣 耶稣 真奇妙 耶稣 耶稣 充满爱耶稣 充满人殿耶稣 我爱你 我们一起起床 耶稣我爱你 主耶稣我爱你 神在末后日子 想兴起更多人服侍祂 其实是不用到末日的 现在也是 末后的日子是最困难的日子 但我们在未到的时候 我们就预备好 我们不是逃避 有很多人的信息就说 你快点被提 你快点再提出去 你不用担心 只是想逃避 我希望大家不是想逃避 因为没有人能够走得掉 神的眼目 若那想走 他走不掉 哈利路亚 O耶稣请猜献我 主耶稣请猜献我 你会不会这样说呢 主请猜献我 主耶稣兴起我 兴起我 兴起我 主我们愿意给你使用 求主赐给我们刚强的心 刚强壮胆 我们现在可以给神使用 我们去荣耀神 去将你听到的讯息 去分享给人听 他们听到之后会被鼓励 生命被改变 如果你愿意给神使用 你向神举手 我愿意给你使用 求你使用我 我愿意走在这个路上 我愿意荣耀你 我不要去惧怕 我知道一切在神的掌握之中 我们都要传让给人知道 圣经不是传让一些教义 我们传让圣经所教导的 所教导的真理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耶稣爱我们 耶稣爱我们 耶稣加力量给我们 耶稣爱我到永远 耶稣爱我到永远 耶稣爱我 多谢耶稣 求主加力量给我们 多谢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 主祝福大家 走在神的路上 最重要是走在神的路上 有动力去查考圣经 去跟从圣经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